明心顿悟成佛法门 在宇宙的混沌中存在着一股原始的力量 被称为仪器 这股力量由红军老祖引导化为玄玄接着 三清道体展示出五老万灵回归龙华会 要实现明心顿悟让自己的心智和心识趋向真如 这可以通过佛城来看清自性并直接进入禅修法门 使自己的心和身体与真如相契合 将自己的境界融入见性 从见性到其他境界 再将自身的本灵与真如相 融引导入大道和众多佛陀的能量 这时你融合了自己的身体心智本灵以及大道 达到了四者合一的境界 这就是道家和佛家 所称的得道和正德无上菩提 人类的灵性和身体基因与个体的灵性生命能量紧密相关 越高阶的灵性和生命能量 身体基因就会演化为更高等的生命体 这也影响着个体的智慧和福报 要增加和改造自身的生命能量 不同的灵性等级需要不同的方式和法门 福报和气场的能量可以通过 自身的行为和习惯来增加和改造 人类的身体基因与自身的灵性 身体能量体以及浩天精神世界或浩天物质世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通过苦修你可以将自己的能量体演化成 契天罗汉之灵等 并且你的身体基因与DNA有关 菩萨通过福慧双修 将自己的灵等能量引入无极磁场能量体 将自身身体基因演化为RNA 菩萨摩赫萨的灵等身体能量体式 无极磁场能量法身 并且通过菩萨磁场生命体的基因RNA演化 不同法门适用于不同级别的菩萨摩赫萨的灵性 灵等和境界 维持法门是一种提升无极磁场能量的方式 而佛成见性法门使菩萨摩赫萨净化为佛之基因 那要净化最深的能量体 你必须选择适合你的法门 如维持法门 佛成见性法门和成佛法门 这些法门都能将虚空诸佛大道 对一气能量导入你的生命体 净化你的本灵灵性身躯细胞基因 然而只有当你达到见性境界时 你才能够吸收诸佛仪器的能量并将其储存 从而推动自身的灵性净化 你的身体有七个学道 它们决定了你的生命体法身的大小 以及储存能量的多少 佛之法身是由身心和本灵三者构成 它们将你的法身提升到佛之境界 这是一种通过见性来达到佛境成佛的唯一法门 要将本灵净化为虚空佛之果位 你必须先创造自己的身体和心智 然后通过本灵心智和身体来引导 吸收和储存大道和诸佛能量 你的目的是将人类的本灵融入这个世界 从无极净化为虚空 通过明星顿悟 你可以看清自己的本灵身心 将原神主宰身心的使用 使无极真如进入虚空 本灵身心融入娑婆大乘修持 使本我清楚 见性使自己返回真如佛城 使你开启正觉 通过气道 你可以引导佛加持 吸收仪器能量 储存能量并提升灵等 通过改造气场 你可以进入浩天 菩萨通过福慧 增加阴阳能量果未修 无极磁场 为时行使灵静性反无极 通过观念的改造 你可以提升境界 断除视障增加智慧 进入佛城修班若 摩合菩萨逐渐进入顿见性 五行成仪器 无极先天 正菩提身躯行刀达彼岸 进入项鼓